这一关的游戏要考验两个家族彼此成员之间的默契程度了 小松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游戏怎么玩 各自进入游戏隔间 主持人出题后 嘉宾需要判断自己是否符合题目所形容的人 并选择是否走出隔间 到计时结束后游且仅有一个人走出隔间 则游戏胜利 接受考验的是我们的东道主王牌家族 来 小松也加入这一轮的游戏 请听第一个问题 谁是五个人当中的颜值担当 请出列 三二一请出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你是实在是有点过分了你出来 你再瞅你今天画这个样 你出来干啥 你今天就少出镜就完了 哈哈哈哈 这个问题是不是 谁是谁就在里边呆着是吧 哈哈哈哈 我一直认为 小彤是我们的才艺担当 啊 花花是我们的歌唱担当 啊 层哥是我们的幽默担当 嗯 就剩下颜值担当了 我不当谁当 哈哈哈哈 只能有一个人出来才算对啊 下一个问题 谁是五个人当中最八卦的 请出来 三二一 真快 还没有人 你为什么要出来啊 你为什么要出来啊 因为我八卦啊 因为我也八卦啊 这绝对是关小彤 一定是小彤 小彤我跟你说 姐你昨天晚上吃啥了 吃 跟谁呀 吃到几点呢 喝酒了吗 白的红的皮的呀 哈哈哈哈 小彤你自己说一说 最近都 就是怎么个八卦法了 上网 就是上网狂搜各种 有的没的 嗯 我认识小彤之后 我都把微博卸载了 哈哈哈哈 哈哈 毫无默契 哎呀 我们这个家族可怎么办 嗯 下一题 谁是最受观众喜欢的那个人 请出列 三 二 嗯 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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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们彼此看到了对方的脸 三 二 一 哎呀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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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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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亿不白搭啊 啊 啊 哥 嗯 你不用害羞 这二百亿也不是白来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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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哎呀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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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点把哥哥送走了 哈哈 哈哈 这一顿小泡拳 哈哈 哈哈 都六七了 还答一道题 哈哈 哈哈 成盛是他第一季王牌的时候 还来现场当观众 是吗 走后门拿的票 哈哈 哈哈 那刚刚这一轮呢算是个热身 下一轮游戏升级了 两队都要参与 乔宋来说一下规则 两队全员参与游戏 每轮派出一人上前抽取问题 并根据问题 说出他认为的答案 其他游戏嘉宾需要根据答案 推测刚刚抽取到的是什么问题 第一轮谁来答题 贾亮来吧 贾 他家族最艰难尝华的人是谁 哈哈 不对啊 虽然说的是事实 但跟这个问题不对 走 哎呦 自己来了 我的天 看看自我认知是否清晰啊 托尼 托尼 全人类褶子最多的人 哈哈哈哈 包队 哎 是什么方向呢 这是挺通俗的 跟节目相关 跟节目相关 我 跟贾琳姐最有CP感的人 这不是你吗 在王牌家族里 咋的啦 来王牌家族澄清我们俩的关系了 哈哈哈哈 不对啊 不对 王牌队王牌里 最不会玩游戏的人 你到底看了没有 看了看了 就是因为看了 才能打出这样的打 这样我再提示一点 再提示一点点 跟腾哥刚才 坐在椅子上的所作所为相关 王牌家族 最容易在现场睡觉的人 马上了 王牌家族最懒的人 很接近 王牌家族最爱犯困的人 很接近 王牌家族最爱干活的人 王牌家族最爱打瞌睡的人 王牌家族黑眼圈最重的人 王牌家族最爱睡觉的人 不要再骂我哥了 他也是个人哪 王牌家族最想收工的人 哇哟 哇哟 咋猜出来的 那懒吗 不想干活吗 哇 刚才的问题是 今天现场 最想赶紧收工回家的人是谁 啊 其实是我们所有人 但是有个罪 那就被你了 下一题是谁来说答案 我来了 朗朗来来来来 完了 钢筋大直男的答案 好 来 菲菲把这一轮的题目拿上来 这个不好弄 描述一下 描述 这个 那那个 沈涛哥 涛哥对不住了 节目里 相对来说最无趣的人 不是吗 杨迪 你怎么会说这个 沈涛哥有意思啊 比如 他 老有意思了 但是人家是为了给我们Q唱 才没意思 才没意思 王牌最后拍你们 最无聊的人 最不火的人 还错了 最无聊的人 最不火的人 最不火的人 你进去别出来了 不是 你还以为是 痛 不是 沈涵 真是这一次来录王牌的机会 好的 还想来第二次吗 还有让我再想 是 最最辛苦的人 对 有点这意思 谁 那个王牌对王牌里面 最正经的人 谁是最不正经的 你说说 王牌 王牌 最吃力不讨好的人 王牌对王牌最吃力不讨好的人 你是够了 但是归类于什么人 归类于什么人 我 最没才华的人 他说处理不讨好 鬼类于家这类人是啥人 鬼类于家这类人是啥人 我 不是 他说处理不讨好 鬼类于家这类人是啥人 你这个还真对了一个字 那个人之前那个字 那个人那个字 是在问题当中的 对 最 让人讨厌的人 不对 杀一个 适可而止吧 平时都是你 我这么说吧 不适合什么 最不适合做综艺的人 很接近 最不适合做艺人的人 就去 什么 最不适合做艺人的 这太难了吧 得罪了 我是因为他们说的那个 顺着他们那个 解释得有点迟啊 哥 你看汤哥本身就是 优秀的主持人 刚才相当有才华了 什么才华 才如全有 下面进入在线教育品牌 高图课堂 脑力 PK时刻 花花来来 看看花花会面对一个 什么样的问题啊 哦 你要是实在有点得罪人 就说 陶哥 小童吧 小童 怎么这么勇严的就上去了 都排队是往上照 九万子跟 甲铃九万子离得最远的人 这都什么答案 在王牌里的工具人 工具人 王牌里最受欺负的人 王牌对王牌最有担当的人 呸 你把自己往回 走 不不不 提示一下 大家都有这个习惯 只是说最 王牌对王牌最八卦的人 接近了 接近 王牌对王牌最爱吃瓜的人 最爱旁边聊小天的人 王牌对王牌里面 最爱上网的 就是那个刷微博的人 接近了 很接近了 一边再给一次答题机会 刚刚说了跟上网有关是吧 还跟八卦有关 跟八卦有关 最爱炒作的人 最爱和网友吵架的人 不对 花花来公布一下 刚才的问题是什么 最爱在网上搜自己名字的人 小冬平时经常搜自己吗 搜呀 搜自己干嘛呢 搜自己看看 今天谁又当我的黑粉了 最后一题来 程程来 好 你 答案 是 算了 算了 小松 那这都好词了 这得是 我不是 我说一下 堵嘴巴 下狠嘴巴 下呀 下呀 下 哦 哈哈 最帅的人 哎呦 哎呦 哎呦喂 那是腾哥 哈哈 哈哈 你连这个都变了 你今天不是抹白了吗 哈哈 我现在的眼睛稍微长 那也架不住你的抹黑呀 哈哈哈哈 哎呦好包袱啊 快拿着这个 哈哈 牙最白的 牙最白的 艾尔哥最尖的人 对 颜值最高的人 给点提示 给一点 给一点 这个很难给提示 非常难给提示 但是似乎看到这张脸 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看到这张脸 现在就想让他脸 摔地上的人 哈哈哈哈 跟范长盛最有竞争关系的人 哈哈哈哈 最想 看到这张脸 对 一种欲望 一种欲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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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想 最想 保护他的人 最想啥 保护 保护欲 就是一眼就会让你产生 保护欲的人 你灵解 就没有让你有一点儿 保护他的欲望吗 哥哥 哥哥 还保护哥哥 快来了 这一轮啊 最终双方的这个表现 是要现场的观众 来投票决定的 哪队可以获得 更多的欢乐币 票数 我们早就用魔法定好了 投票开始喽 红色是王牌家族 两大家族 开始了纷争 蓝色是春游家族 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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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大家给我们一点票吧 完了就马上我看换了 给我们一点票吧 好 投票结束 来看一下这轮最终的票数是多少 那儿呢 这么接近啊 咬得很死啊